你各位把剛剛1加到99用畫圍圈改寫 另外的話呢 奇數偶數部分也許自己再把它再試一下 OK 那部分我就不demo了 那方法一樣 你就把之前的再做過 那如果說今天呢 我們再舉另外一個例子 假設99成法表 我一樣複製貼過來 改成畫圍圈的話 那該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for i 對不對 那我講過 其實你會有三個步驟 第一步的話呢 就是在這個回圈上方怎麼樣 給它一個 i 的初始詞 所以 i 等於 i 等於 1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在什麼 在這個回圈 把它改成畫圍圈 但是直接把它改掉 就是I 重要變成 5 aced 9 只是 sequence 很多東西 快哦 當然上面一號也可以 直接加上什麼 I 等於什麼 I 加 B 這樣的話呢 我們程式都改完了 一樣嘛 三個地方嘛 OK 那我們如果先改一個 另外一個是 for which 這樣會不會影響 對 應該不會影響 反正他跑他的 我跑我的嘛 I 跑 I 的追跑追的嘛 不影響 只是說 如果你寫這樣一定是非常非常怪的事 明明是一樣的東西 你幹嘛寫成這樣 對不對 本來原來一般人是看得懂的 突然你寫成這樣 對 就太古怪了一點 所以如果你的程式是 open source 的話 像我如果 open source 給別人看 故意讓別人看不懂的話 我一定就把它寫得很亂 就不要按原來的張法 有沒有 但是結果跑出來都 OK 但問題你看半天 後來就可能即便 open source 給你 就程式給你 給你也沒關係啦 反正你最後你還是會覺得算還是 因為有的時候現在很多公司跟你簽約的時候 直接說 有一種是說 我給你程式 就是我不給你程式 程式還在我這邊 那以後我會賺那個維護的合約的錢嘛 因為你每一年都要跟我簽約 那如果你程式保固一年 第二年之後的話呢 我就要收取一個維護的費用 那如果你不跟我簽約 那以後你的系統壞掉 那不干我的事情 另外一種就是說 我可以把程式也都給你 那以後你維護的這件事情 要不要交給我也沒關係 可是你相對費用會比較高嘛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那如果說 假設老程式給你的話 有的人就會想比較多吧 就想 好不好 既然給你了 但是總不能這麼乾脆的給你 OK 讓你感覺好像給你 好像又好像真的沒辦法 你也沒辦法真的找到一個人去維護這個東西的話 那你最後還是要找我 對 感覺好像很政治 很 商場沒辦法 商場在商言商嘛 對 有時候當然業務人員的思維 跟工程人員的思維永遠是不一樣的 OK 所以 好 那這程式當然是 基本上我們不會有人這樣寫 可是如果你寫這樣 可不可以正確執行 我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三個地方 就按照固定的寫法 你會發現執行出來的結果 也會是跟我們之前做的 會是一模一樣 沒問題 那 那 4J 的部分的話呢 有沒有辦法做出來 其實也是固定的方法 4J 喔 我可以怎樣 第一步在4的上面先加個 J 等於1 就是它的初值 2的話呢 把4回圈呢 把它改成File File 什麼呢 File J 如果小於10的時候 那就做底下式敘述 然後呢 在這個回圈的這一個 裡面這一階 特別說 這一階喔 只要是它是前面是 空一個TAB的最下面一行 你Enter一下 打一個J 等於 J 加1 這樣的話 那我們基本上 程式呢 就 改為畫圍圈的 所以把它弄起來 一樣 結果 不會有問題 只是說呢 當然如果你比較之下 本來只要寫 這個 這一行先把它 本來只要寫4行的程式啦 突然間要寫8行 變成2倍 OK 另外的話呢 程式的可閱讀性 好像也相對變弱了 為什麼 因為 你又看到 這邊又有個 什麼I等於1 然後這邊又 I等於I加1 對喔 那如果你用4回圈的話 它基本上都放在同一個位置 Range裡面 那就相對 看程式 就一目兩目 如果看到畫有回圈的話 這個就相對的 沒那麼容易的感覺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 這個 9度程碼表 也試試看喔 改成 用畫回圈輸出 試試看喔 然後 輕鬆